對於日前有11名青少年涉嫌在深夜放火燒貓的事件 有教育界人士說校方近年已經加強了生命教育和道德教育 但最關鍵的仍然是家校合作 中華教育會理事長何兆金承認事件顯示青少年問題日趨嚴重化 雖然近年學校已經加強了生命教育 從小教導學生要尊重、保護自己和他人 在教材上亦都加強了道德教育 但家校合作亦都非常重要 同時亦都是比較困難的一環 這11個青少年為何在深夜裏 他們不是在家裏還要天寒地凍 但為何他們會流連在街上呢 這會衍生出另一個社會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家長對於小朋友的關心 還有現在目前澳門的雙職工是比較多的 還有我們有一個數字會看到 現在的博彩從業員已經佔澳門的就業人口 已經佔到六分一 即有五萬多的博彩從業員 他們都需要輪班工作 往往他們晚上需要輪班工作的時候 究竟他們的子女是給誰來照顧呢 他又說政府各部門都要各司其職 加強立法和輔導工作 而學校方面亦都可以將這件事作為反面教材 給學生通過辯論自己認清是非黑白 而立法議員李松正就表示 社區中心可以考慮延長開放時間 給青少年有場所活動 但就不適宜通宵開放 以下應該鼓勵他們多些和家人相處 我覺得這件事第一 在政府的立場來說 社工局是否應該可以有更多關心呢 還有就是在警方來講 在巡查工作來講 是否應該賦予一些基本權利給他 去到對這些小孩應該有一個警戒 或者警惕 結果你應該回家了 或者通知他的家人 他又說放火燒貓的事件 可能會引起社會上短暫的情緒波動 但相信不會影響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的立法取向 我們電視台記者李國賢報導